阿弥陀佛 很感恩台长 我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是第一期见到台长的 我是为我父亲的身体来问一下台长 他1944年时候的 想问什么 问身体是吧 身体 我告诉你 你爸爸的肝不好 肝啊 对 还有呢 肾脏 肠胃 这里全出毛病了 怎么办呢 我是需要台长给我 怎样治疗他的人家 我要记一下我自己的消息 你会念经吗 我是修大杯就水的 你就会念大杯就 不只 还有心经 你会念大杯就 还会念心经吗 还会 还会 你会念小房级吗 不好意思 我不懂 好好念小房子 听得懂吗 你爸爸身上有 一个灵性一直折磨着他 男人是你的 他都问那么快了 看看啊 一般的不看的 今天一定要看的 你爸爸几几年啊 44年 数什么 数猴 哎呀 女的 看到 看到年龄吗 女的 看到年龄吗 看到 像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 怎样惹上的呀 头发 短头发 往后披的 我们家里没这种人 没有这种人 你去看看你爸爸过去在结婚之前 有没有一个女朋友 跟他谈得非常好 现在可能走掉了 在他身上 你问你爸爸就知道了 我知道他有个初恋 可是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你爸爸最后把人家甩了 你去问你爸爸这个婚姻 你就知道卢台长是谁了 那我不知道 他没说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你继承了你爸爸的衣钵 因为你以后也会把人家男朋友甩的 是吗 我已经甩掉了 大家不要不相信啊 所以我跟你说 人都有缘分的 这是真的 我跟大家说的都是真的 我知道是缘分 所以我把它甩了 他说我知道是缘分 所以我把它甩了 你下次凡是你不喜欢的 你就说缘分不够甩了 你倒蛮好 我学佛教你这个的 不是 我知道缘分进了 没BLC 很厉害 如果你不相信了 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 我知道缘分还没有进 我一定要许 我一定要许 因为我是学佛的 我知道 他还挺确 好 好 我爸爸是现在已经晚去了 是肠癌 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肠子里出问题了 是 我帮你看看 感恩 哎呀 扩散了 对 已经扩散到小肠了 对 很麻烦 所以很感恩 你爸爸现在相信不相信啊 不相信 那就等着走吧 不要 他说不要就不要了 因为我还没笑到孝顺他啊 哎 到目前来自我还没有机会在他面前 大家现在知道了吗 你们学佛的人看看他就知道什么叫不学佛的人了 听得懂了吗 学佛的人就知道 因为他不念经 不学佛 没有慈悲心 很多事情 又吃活的 而且我看你爸爸身上有很多鱼 你爸爸过去钓过鱼没有啊 我们是在长长在海边的 我的妈呀 那不是钓鱼 那叫捕鱼啊 对 更厉害啊 我的妈呀 好了 傻姑娘 现在就是渊杰来了 你爸爸是不是369的年龄啊 是44年啊 不是啊 几岁 我们虚灵说呢 就70岁个年头 就是69 好嘞 69一个大官 所有的人都跟我记住 凡是生命当中 369都是 33 36 39 26 29 还有比方说7384 那是66 哎呀全是大劫 所以人的劫数不断 你听得懂吗小姑娘 记得 你这样吧 你赶紧给你爸爸放声行不行啊 多少 5000条 好 谢谢感恩 好吗 还有什么 小房子87张先念 好 好吗 好 很感恩 这次这个机会把我爸救了 好 如果我爸好了 我就肯定来感恩 你下次明年就到这里来讲 上次来发言吧 可能我没那个胆量吧 可能我没那个胆量吧 好了 感恩感恩 感恩三宝的街区 感恩财长给我的开示 好吗 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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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